现在就让我们重温一下洒水泥沙浆施工程序的重点 水泥必须以仙道仙用为原则 结块或者变硬的要立即运走 洒水泥沙浆必须在混凝土墙拆模板的当天立刻做 水泥和沙子的分量要以1比2搅匀 洒水泥沙浆前一定要先把粘在混凝土面的物料清除 及淋水把混凝土面的脏东西油泪洗干净 沙子和沙子间的空位不可以比50x50mm大 做后撒水泥沙浆工序时 必须注意加加强剂的先后次序 用高压水枪清洗遗留在墙身上的板模油 工友一定要带上安全设备 在建筑工队里所有的工序 其实都有很明确的指示和严格的规矩 可是无论规条有多完善 最重要的是每一个参与的单位和每一个人都要忠诚合作 质量才可以有所保证和进步 齐心合力上下一心 提高房屋的质量 为人为己提供一个理想的家居 这是我们建筑业每一个人的份内饰 like,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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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大家的质量 是什么,看,看,看! 是什么,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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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看,看! 看,看,看,看!